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学习Sales.j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蓝图的设置 咱们上一期 上上期开始 咱们建立了一个API API给咱们提供了很多的方法 咱们不用一行编码 就能够搞定数据库 怎么做的 关键是因为蓝图的设置 Sales给咱们提供一套蓝图的规范 今天咱们就来简单的看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Sales.js的蓝图的规范 下面是Sales.js蓝图的官网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一提到蓝图 我就高兴 为什么这么说 编码减少了很多 尤其是我给客户提案的时候 客户就说 哎呀 你这个 他找我要十人月 我说 如果是十人月的话 我就这么编码的话 是达不成的 如果你要采用我的 这个蓝图规范 那咱就八人月就能干 就这感觉 非常的省时省力 客户非常高兴 为什么 客户省钱了吗 对不对 好 咱看 这是蓝图的规范的两个网页 一个是API 一个是蓝图的规范 我就不给您一翻译了 您自己去 有时间去看一看 蓝图 它有一个如何的产生各种各样的行为 大家请看 犯的是所有的 犯的1 只有一条 这是加ID的 生成更新删除 pop 这个populate 这个是什么 是多个模型嵌入在一起的话 如何弹出子模型 需要用到的populate 好 追加删除 有庆域房子可以去看一下 我呢 在这里就不给大家多做 各个解释了 好 报这个蓝图如何去映射路由 咱们上期都做过 对不对 好 这个呢 是蓝图的API 这个呢 我觉得应该您花时间去看一下 为什么 比如说这个Find1该怎么使用 然后是这个Grade该怎么使用 包括这个Update该怎么使用 这是咱们这个实际工作过程中的 非常常用的几个功能啊 有趣的朋友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咱们再回到这个我的课件啊 咱往下看 今天咱们呢 就看一下设置蓝图该怎么做 在config下面呢 有这么一个 Blueprint 蓝图吗 我呢 把这个蓝图的文件呢 拷贝过来 就是我的课件啊 就是我的课件 有兴趣方向会读一下 这非常非常简单的英语呢 有兴趣方向会读一下 我呢 给您简单的说一下 像这个Action Action是什么意思 是说 咱们生成了一个控制器 这个地方 我们生成控制器 它会把控制器里面的方法 自动映射成 什么 映射成URL 所以这个地方呢 如果咱们设为FALSE的话 那坏了 咱们前几期的这些个URL 就那个OK啊 About 就全都不能用了 就全都不能用了 所以说的Action呢 我认为 咱们在生产环境中 也应该设成柱 为什么 这样的话 咱们会自动的匹配URL和控制器的关系 非常的方便 我呢 推荐您这个地方的设成柱 再接下来REST REST的大家请看啊 REST的蓝图是默认是启动的 但是它是这样 REST呢 咱们一般的这个为手机提供 这个后台税库功能 都用到REST APM 对不对 但是呢 如果您要用REST 就要有非常阳格的权限设计才可以 换句话说 它是写了吗 要匹配策略 您才可以正确的使用REST 否则呢 有安全隐患 这个地方呢 我推荐您在生产环境中设为FALSE 为什么 呃 我觉得 你看 咱们看这地方 我觉得就是说 你把这个数据库的增删查改 都暴露给直接用户的话 稍微有点危险 当然了 您要说我的权限安全设计特别严密 那没问题 你这设处没问题 一 一般来说 我做项目 一般来说 我这地方都设成FALSE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把这个像删除数据库 根据数据库直接把API暴露给用户 这个是很危险的行为吗 呃 我呢 是不推荐 我再想一下 showcast 这个我不用说了 这个请看 他这个 Sales自己描述啊 他不认识出 但是呢 他推荐您在生产环境设成FALSE DESABLE 就说生产环境中呢 也不要使用 这个地方呢 呃 不管生产环境 在卡外环境 我建议您都把它设为FALSE 为什么 别养成习惯了 以后这就出了 就直接上生产环境了 直接坏了 这地方呢 要设为FALSE 然后其他的这个前阵 这都用的不常用 这是REST的前阵 包括复数 这都用的不多 populate 这个是从tru 这个没说的 自动quatch 30 这个其他的都都无所谓 其他的用的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说需要的话 您再读这个文档呢 应该是能够明白 好 咱们再回到我的这个课件 下面再看 呃 下面是我的推荐设置 换句话说 您用Sales呢 建您一个APP之后 我推荐您把蓝图 这个地方 我刚刚给您解释过 设成True FALSE FALSE 来保证您的蓝图是相对安全 不能说绝对安全 为什么 您通过REST的设成FALSE呢 确实把数据库模型的增删差改 屏蔽掉了 不公开给用户 但是呢 您要通过Action 公开出去 对不对 换句话说 您要通过Control 把资产差改的方法 公布数据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您在Control里面 还应该再做一些个 您有意识的安全的设置 才可以 这是我推荐您 用蓝图的 木设的设置 反正我 一直做这个项目的话 我都是这么设置 数据库 确实是不能够把 最原始的API 公开给用户 不应该 因为咱们要套用逻辑 再公开 所以说呢 按照我的实质 应该是没有大问题 好 以上呢 就是给您讲解了 关于Sales蓝图的 基本的使用方式 不知道您听完没有 有时间呢 再把刚才 我跟您说的那两个UR 简单的读一下 英语呢 不是很难 我希望您呢 能够搞定 好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中的福气 今天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 优优独播剧 推荐您的使用 YouTube 优优独播剧 那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